第151章唯一的朋友,如果说不业海和某北方式是元州北域低级修士最聚集的地方,那岸湾藻就是元州西域低级修士聚集最多的地方。岸湾藻方圆数百万里,岸湾藻的深处是没有人敢去的,不过在岸湾藻的边缘,却是低级修士生存的乐土。岸湾藻最出名的就是新月笋和素丹草。素丹草大家都知道,这是炼制处贞丹的东西,价值高昂。 只要能得到一株,就等于撞见了一个大富贵。就算是岸湾藻,产出的素丹草也是有限的,很多时候都是凭借机缘。不过岸湾藻更有名的就是新月笋,在岸湾藻,新月笋非常多。新月笋等级并不高,仅仅12级仙灵草,但其价值不会比一般的4级仙灵草差。 主要原因是新月笋的用处实在是太大,可以炼制清元丹。清元丹可以去除修士单独,就这一点就足以让其身价倍增。 在圆周,炼丹师本来就少,更不要说炼制上等或者是特等零丹的高级炼丹师了。 加上一般的修士也只能购买单独堆积的低级丹药来吃,这样的话单独日积月累的增多。 时间长了,就算也难以寸进,这个时候如果有清元丹就不同了,清元丹可以清除修士体内长期积累的单独,让修士更进一步。 正因为新月笋的这个用处,岸湾藻常年都是人来人往。 此刻一名脸上有几道极丑疤痕的女子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岸湾藻,在岸湾藻寻找新月笋的修士实在是太多了,最近几天她在岸湾藻没有获得一枚新月笋。 柳英类子,今天又没有收获吗?一个沙哑的声音叫住了这女子,血速过来的是一名年龄略大一些的女修。 这女修不但年龄大一些,皮肤微黑,长相也极为普通。 柳英摇了摇头,没有,月姐,过几天我打算离开岸湾藻了。 叫柳英的女子正是离开西昆仑派的柳梨,而月姐却是一直照顾她的韩月,可以说没有韩月,柳梨在岸湾藻都带不下去。 她站在云端太久了,一旦跌落下来,完全不知道路在何方。 讲到自己也没有多久好活了,何必还留在这里麻烦韩月呢? 韩月连忙说道,柳英妹子,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也是经常没有收获的。 咱们低级修仙者,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因为一点点小挫折就想着撤离。 我告诉你一件好消息,某北仙城你听说过吗? 柳英一正,某北仙城,她意识里面第一反应就是某北方式, 因为她记忆力最熟悉的就是某北方式,某北仙城她没有听说过。 我和你说啊,某北仙城的城主很强,听说姓蓝。 贵巫手很棒,刺心宗门都忌惮她,现在听说她的头颅挂在某北仙城之外, 韩月还在说着某北仙城城主的事情,柳英的思绪早已飘走。 老子见过不要脸的,还真没有见过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来来来,你家小布爷爷最喜欢教训不要脸的女人,我不杀你不是因为不能杀你,也不是因为你长得有点模样。 有种的话就不要回去向家长哭闹,家长,那是宗门的意思吧。 她柳离看起来很风光,现在她才知道蓝小布当初说的是多正确,除了宗门她什么也不是。 而在宗门眼里,一旦失去了价值,她一样什么都不是。 两三年来,她什么苦没有吃过,什么讥讽没有受过,当初的天之交子跌落之后,她才发现自己也就是一个寻常的人而已, 可那些曾经被她鄙视,连正眼都不看一下的下等蝼蚁没有半点区别。 不,她还不如人家,至少在暗湾找,她恐怕就是生存能力最低的那个。 蓝小布说得对,曾经她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她眼里只有自己,只有宗门,别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 成为西昆仑派传承弟子这么多年来,她这种事情做得多了,可也只有一个蓝小布站出来指着她的鼻子骂她不要脸。 别的人除了唯唯诺诺和裴里道歉之外,没有人敢对她说一句重话,哪怕她再不屑对方。 所以她将不要脸和傲娇当成理所当然,当她离开宗门后,她才发现一切都突然改变了,她不要说不屑别人,就算是强者来了,她也只能和大多数修士一样,赶紧唯唯诺诺的站在一边。 态度恭敬,不能发出半点声响,想想当初自己就是那个让别人唯唯诺诺的存在,那是一种多大的讽刺。 如果这些她还可以不在乎,当她发现自己离开宗门后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的时候,她感受到了真正的悲哀。 曾经那些围在她身边唯唯诺诺的男男女女,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看着眼前还说的眉飞色舞的韩月,柳梨心里黯然,韩月也有几个极好的朋友,而她是真的一个朋友都没有。 换成几年前,韩月她都不会正眼看一下,而今天韩月是她羡慕的对象。 柳英妹子,只要我们找到了一些心悦损,到时候我们约上朋友一起去某北仙城,听说某北仙城对低级修饰非常友好,从来都没有七行八事。 柳梨茫然地看着韩月,她好的朋友。 赵信仪师姐放了她一次,算是她的朋友吗? 柳梨自嘲地笑了笑,赵信仪师姐也只是同情她罢了,平时哪一次她正眼看过信仪师姐? 胡蓝师兄呢,呵呵,恐怕也只是因为她的宗门地位,或者还有几分容貌罢了。 别的人,别的人她和谁接触过,别人最多只是低声在她身边说一两句话而已。 如果说修仙以来,除了师父之外她接触最多的恐怕是那短骂她不要脸的蓝小布了,也是韩月眼里无比崇拜的蓝宗主了。 蓝小布是她的朋友吗?柳小姐,我可是救了你两次,不奢求你舍身相报, 问你几个问题你也吞吞吐吐,简直太不够意思了。 那当然,将来我的传承不会比道祖传承和第二道点差的,你要不要败入我迁云仙门? 我收你做大弟子,柳小姐啊,无论是第一次见面,还是在昆虚救了她两次, 蓝小布和她说话从未有过半点唯唯诺诺。 就算是对西昆伦派,也是嗤嗤以鼻,后来证明,她说的所有都是对的, 也许这就是她能够一个人可以建立先程,让众多散修去投奔她, 而我只能躲在这个角落的原因吧,柳黎低声喃喃自语。 整个圆周,恐怕只有她一个人是自己的朋友了。 而且还是那种单方面的朋友,柳黎知道至少在蓝小布心里,她柳黎绝对不会是朋友的。 她忽然有些羡慕善签约,至少她还是蓝小布的朋友。 而她此刻却渴望成为蓝小布的朋友,她想要成为蓝小布的朋友,和蓝小布救了她两次毫无关系。 或者是因为她发现自己一个朋友都没有,而蓝小布是和她接触最多的人,最像是她的朋友。 但这肯定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因为蓝小布指着她的鼻子骂她不要脸。 在她说了不要叫柳小姐的时候,她依然是肆无忌惮的柳小姐啊。 柳英类子,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有听到,滔滔不绝的韩月感觉到柳黎刚才在说什么,只是她越说心情越激动,没有注意到柳黎说什么。 柳黎摇了摇头,你不愿意和我一起去某北仙城吗? 韩月有些焦急,她焦急的不是自己,而是柳黎。 柳黎的生存能力真的很低,如果不是她帮忙的话,柳黎早就被人吃得连骨头渣子都没有了。 可她要离开岸湾找了,柳黎一个人在这里更是艰难。 自从听到某北仙城的事情后,她已经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前往某北仙城了。 谢谢你,月姐,我想我是没有资格去某北仙城的,我这几天很疲惫,想要回去休息一下了。 柳黎对韩月躬身失了衣礼,她心里很清楚,韩月真的是一个好人。 不过她也没有多少寿命了,短短三年时间,她的修为已经从金丹后期跌落到了宁丹镜,再过一些时间,她将跌落到韵丹镜。 当她的修为跌落住激进的时候,她的寿命也快要到了。 她不想让蓝小布看见她可怜的样子,她已经是蓝小布眼里不要脸的女人,她不想再做蓝小布眼里可怜的女人。 那是她唯一一个还放在心里记着,想成为朋友的人。 就算是死,她也只想自己安静地寻找一个地方走完最后的路。 她要死得有尊严一点,绝不要再让蓝小布看不起她,认为她不要脸。 第152章没有情感的金丹修士,蓝小布此刻已是身处不业海之中,乘坐的还是一艘中品灵气船。 她现在想要去的地方是找岛,当初她还是宁丹镜的时候,在某北方式遇见了秦莫财。 秦莫财邀请她去找岛,只是当初她修为低,直接拒绝了秦莫财的邀请。 现在蓝小布卡在了金丹圆满进不了,她决定去找岛寻找一点机缘,主要还是为了运神果。 秦莫财去找岛就是为了寻找运神果的,运神果可以让修士化丹成功率大升。 但那是秦莫财自己知道就算她得到了运神果,也无法将运神果转化为运神丹。 蓝小布最近几年修为虽然没进步,丹道却已是跨入了五品灵丹大师行列,她要是得到了运神果,自然不会就这样服用,肯定是将运神果变成运神丹。 知道找岛的修士不少,但是能给出找岛准确方位的还真没有几个。 蓝小布在某北仙城收集了很长一段时间,得到的找岛位置都不是很确定,更多的是传闻。 现在她只能按照大致的方位前往找岛,或者蓝小布还希望中途能预见一两个指路的修士。 进入不越海三个月后,蓝小布的灵州在穿过一片海雾之后就彻底迷路了。 哪怕迷路了,蓝小布也并不在意,她修为来到了金丹圆满无法进步,镇道依然有很大的进步余地。 除此之外,她还可以继续研究丹道,不越海被荧光雨点缀,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的确是很美。 在这荧光雨点缀的海面上,只有蓝小布的一夜小舟前进,除了美之外还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孤独画面。 古道最初的时候还很兴奋,但连续几个月都在不越海飘荡,此刻的古道是一点都提不起来精神,趴在小舟的前面,大拉着脑袋。 蓝小布正在炼制祭神丹,祭神丹是六品丹药,只要她能炼制出来祭神丹,就意味着她将晋级六品仙丹大师行列。 祭神丹的主要灵草是六级灵蹄加果,这种灵果在蓝小布的戒指中有一大堆,大多数是从昆虚里面得到的。 虽然蓝小布自认为自己的丹道实力应该可以炼制出来六品灵丹祭神丹,只是她的火焰似乎偏弱了些,每次到了收丹阶段都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这导致了她的丹药不是溃散掉,就是一些勉勉强强的低级灵丹。 这天蓝小布还在尝试祭神丹的炼制,古道忽然低吼起来。 蓝小布急忙看去,发现古道嘴里竟然叼着一条荧光鱼。 这条荧光鱼似乎和寻常的荧光鱼不同,这条荧光鱼的背部和古道一般,也是带着一条金色,而且金色几乎完全占据了背部。 上等的荧光鱼,蓝小布立即就认出来了,这是上等的荧光鱼。 古道将荧光鱼丢在船舱里面,得意的吼了一声。 不错啊,古道,竟然可以抓到上等的荧光鱼,了不起。 蓝小布一拍古道的头,可惜古道不能说话,自从在洗胎吃洗了后,古道的智商明显上涨了几个档次。 虽然蓝小布没有试过古道的实力,他估计古道至少应该有三级妖兽的实力了。 看着船舱里面的这条荧光鱼,蓝小布第一个想起的竟然是柳梨。 柳梨就是为了上等荧光鱼和他打起来的,这个女人傲娇得可怕。 不过他也幸亏是这个女人帮忙,如果没有这个女人的话,他想要全身离开昆虚广场恐怕不大可能。 不要说别人,就是九州山的邹正怕是都会找借口不让他离开。 当初他一拳废掉龟海饼的时候,那个邹正明显的脸带冷碎地走向了他。 好在柳梨在邹正开口之前帮他说话,硬生生地让邹正将话咽了下去。 如果说柳梨没有看见邹正走向他,那绝无可能,当时柳梨可是在邹正之后。 蓝小布叹了口气,他和柳梨应该算是恩怨抵消了吧。 他帮了柳梨几次,柳梨也帮了他几次。 这个女人傲娇完全是宗门骄纵出来的脾气,本性倒也不算坏。 柳梨中的毒,宇宙为魔已经构建出来了解毒单方, 解毒单方里面的灵药他现在还缺少一位,只是这单方应该用不上了。 柳梨好歹也是西昆仑派的传承人,区区一个中毒在五星宗门看来,应该是轻松可以解除掉。 无论如何,他还得谢谢这位傲娇的女人。 蓝小布思绪还在飘荡的时候,古道再次低喉起来。 一艘三维海船迅速接近,只是短短时间就来到了蓝小布的小舟旁边。 蓝小布不慌不忙地收起荧光鱼,这才看向了这艘三维海船。 他的神念早已扫到这三维海船中有九人,其中船身上还雕刻着三级阵纹。 一个能布置三级阵法的阵法大师,不一定就能刻下三级阵纹。 阵纹和阵法水平并不是成正比的,如果不是宇宙为魔,蓝小布就算是能布置五级阵法,也无法刻画一级阵纹。 不过因为有了宇宙为魔,蓝小布在跨入五级阵法大师的同时,就能刻画出五级阵纹了。 这海船上修为最高的是一名金丹修士,他站在海船的甲板上正看着蓝小布手中的荧光鱼。 在船舱里面,是一些神念扫不进去的禁制,蓝小布也没有强行去破坏这些禁制。 虽然进入修行界这段时间来,他手段强硬狠辣了许多,也还不大习惯随随便便地破坏一个毫不相干之人的隐私。 道友是否在不夜海迷路了,不如上船一续,这名金丹修士忽然叫道,那就叨了蓝小布收起脚下的中品灵气船,带着古道一跃就落在了海船上。 之前蓝小布用神念扫了一下还没有觉得什么,现在上船后,他总觉得这个船上缺少一些什么东西一般。 站在这船上也似乎有些凉意,这金丹修士语气平静地对蓝小布说道,是不训见过道友,道友是否在不夜海中迷路了。 眼前这个金丹修士也似乎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蓝小布微微皱眉,不过很快他就将这念头丢在了一边,也是抱拳说道,我叫蓝小布,来自某北仙城,正是在不夜海中迷路。 我本来想要去找岛,结果迷失了方向,又没有方位球,只能在不夜海飘着寻找机缘。 金丹修士似乎一点都不惊讶,依然是平静地问道,道友要去找岛。 蓝小布点头,是的,我正要找岛,没想到转优了三个月后竟然找不到方向了。 师兄知道找岛,让蓝小布疑惑的是,他都爆出某北仙城的名字了,这人好像没有听说过一般。 不但是脸色平静,眼里也没有半点波动,这不应该啊,按理说在不夜海混迹的修士,大多都知道某北仙城的。 这两年时间,不要说不夜海,就算是整个圆州不知道某北仙城的都没有几个。 赤不逊说道,我的确是知道找岛这个名字。 不是你一个人寻找找岛了,我见过很多修士都在寻找找岛。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也是想要去找岛寻找运神果吧。 蓝小布点头,是的,赤不逊说道,也不知道是谁传出不夜海还有找岛的。 我在不夜海生存了百年时间,也从未听说过有找岛这么一个地方。 蓝小布一皱眉,这是得到假消息了。 赤不逊却问道,道友刚才得到的是不是上等荧光鱼? 是的,刚才运气不错,得到一条上等荧光鱼。 蓝小布答道,赤不逊又问道,那道友可否将这荧光鱼卖给我? 说完赤不逊不等蓝小布回答啊,就在此说道,道友去找岛寻找运神果,还不如去刀口物。 那里绝对有运神果,而且价格还并不算高。 道口物,蓝小布心想他是出来寻找运神果的,管他是找岛还是道口物。 只要能找到运神果不就好了。 讲到这里蓝小布正想说,这条上等的荧光鱼就送给你了。 却不想施不逊开口说道,这条荧光鱼我给你十万上品零食, 外加数十种在不业海中的零药,蓝道友觉得如何? 蓝小布一正,十万上品零食。 根据他的了解,上等的荧光鱼价值仅仅是十万下品零食左右, 现在怎么变成了十万上品零食? 原本想要将荧光鱼送出的蓝小布忽然改变了主意。 他有些歉意地说道,这荧光鱼使我花费了十多年时间这才找到, 其实我这次出来除了寻找找岛之外,就是为了寻找荧光鱼。 这十年时间,我也只是找到这一条,言外之意是我花了这么多年时间, 才找到一条,你就别问我买了。 听到蓝小布的话,施不逊依然很是平静地说道,这可以理解。 蓝小布却是拿出几株五级灵草递给施不逊说道, 我这里还有几株不亚与荧光鱼的灵草,就送给道友吧。 蓝小布拿出来的是五级灵草与灵草,这种灵草绝对是好东西, 因为可以炼制羽灵丹,羽灵丹是五级疗伤丹草中最好的一种。 好,施不逊接过羽灵草,表情淡然地拿出一个方位球递给蓝小布, 蓝道友,这是刀口物的不业海方位。 多谢,蓝小布拿出羽灵草的目的,就是要这个。 蓝小布得到方位球后,没有继续留在这个让他有些不大自然的三维海船上。 蓝小布坐在自己的灵气船上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 那金丹修士说话似乎没有情感。 第153章刀口物,之前蓝小布仅仅是觉得有些古怪, 而且和那金丹修士说话不大自然,现在他才感觉到不妥。 回头看了一下古道,古道眼里似乎还残留着惊恐。 古道,你是不是也觉得那三维海船上的金丹有古怪? 蓝小布问了一句,古道低吼一声,然后不断点头, 显然觉得蓝小布说的是正确的。 蓝小布皱眉,他肯定那金丹修士是活人, 可一个活人没有情感,还给人一种冷嗖嗖的感觉, 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船上的其余几个人,虽然没有露面, 不过现在想来,神念下他们的面孔都是极为呆板, 一样是没有情绪的。 蓝小布的神念在扫出去, 短短时间那三维海船已即将离开了他的神念范围。 不知道是正法开启的缘故,还是距离远了, 蓝小布的神念竟然无法扫入那三维海船。 蓝小布看了看守中的方位球,方位球上有一个模糊的轮廓。 不对啊,方位球不是有明确线路的吗? 这个方位球为什么只有一个轮廓? 蓝小布还在疑惑的时候,他的神念之外出现了一个岛屿。 再看方位球,上面的轮廓愈发清晰了,很显然就是那个岛屿。 要不要去,蓝小布还在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脚下的船却已经快速地接近了岛屿。 蓝小布立即就感觉到不对劲,这里的海水似乎有个潮汐流动,自动前往那岛屿。 遇见诡异的事情了,蓝小布手一用力,手中的方位球化为基粉。 不过脚下的船依然是快速地靠近岛屿,只是一注相不到,岛屿已经非常清晰地出现在蓝小布的面前。 此刻蓝小布就是不用神念,眼睛也可以看见那岛屿外围有三个大字,刀口雾。 整个岛看起来像一个头颅的样子,它们进入岛屿的位置就是这头颅的颈部。 蓝小布立即控制船远离刀口雾,哪怕它的真元加持到最大,脚下的中品灵气船也只是缓缓地后退。 只要它的真元稍微控制不住,脚下的船就迅速地靠近刀口雾。 好怪异的事情,蓝小布想到很有可能是它的船在穿过海雾的时候就已经被圈进来了。 走势肯定走不掉了,与其消耗掉自己的神元和真元,还不如去刀口雾看看。 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当你越怕的时候,陷入就越深。 当你反而不怕走向这件事情的中心时,或者还有转机。 蓝小布索性控制船来到了刀口雾的码头。 说是码头,其实只有一个停靠岸,走,古道,跟紧点我,这个地方有些古怪。 一上岸,蓝小布就收起自己的灵气船招呼了一下紧跟着他的古道。 这感觉似乎有些不大对劲,蓝小布觉得脚下有些软。 如果不是这个岛实在是太大,周围还有各种树木,蓝小布真怀疑自己是不是踩在了一个人的头上。 钻过并不大的停靠岸,蓝小布看见的是一方方圆有一亩多的广场,广场边缘似乎是各种建筑。 蓝小布是一个五级镇法大师,他立即就看出来了这个广场周围全部是静置,而且这个广场似乎也是一个大镇。 等等,蓝小布叫住了古道,再往前走,他和古道就要进入别人的大镇了。 蓝小布刚刚停下,就看见树名修士不紧不慢地从广场的一脚走了出来,他们很自然地穿过广场。 如果没有和施不逊接触,蓝小布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他说不定还会上前询问几句。 因为和施不逊接触在前,这些人一走过,蓝小布就察觉了,这些家伙也是缺少一种东西。 就如没有情感一般,蓝小布有些不大明白,如果说这些人被夺了心智的话, 那肯定不对。 因为施不逊还知道他的荧光鱼是好东西,甚至想要拿出十万上品临时购买荧光鱼。 不仅如此,施不逊还知道自己给他与林草的目的,然后交易给了自己刀口房的方位球。 所以说施不逊智力应该还是在线的,而且施不逊有肉身有影子甚至他神念还可以感受到施不逊有体温, 由此可见这不是什么鬼魂一类,而是真正的人。 蓝小布盯着眼前这个巨大的广场,他还在心里想着这个广场到底是什么阵法的时候,一种可怕的杀鸡席卷过来。 蓝小布第一时间带着古道冲进了广场,下一刻他神扫过,发现刚才他站立的地方有一片虚空刃盲卷过。 蓝小布心里一沉,他只看见眼前的广场是一个大阵,没有想到他刚刚踏上这个码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杀阵,还是一个虚空绞杀阵。 此刻不等蓝小布再想下去,一种恐怖的空空之音就席卷过来,下一刻一只神念都无法扫到,只能感应到的巨爪抓向了自己的意识深处。 七级射破阵,很快蓝小布就肯定,这绝对是七级射破阵,这种阵法专门摄取修饰七破的。 这一刻蓝小布彻底明白了施不逊和之前他见到的那些修饰是什么问题了,都是一群七破被人射走的人。 蓝小布的神念立即构建了一道道神混沌,将他和古道全部互助,同时对古道说道,你立即装着七破消失,眼神不允许再转来转去,只能呆板地跟在我身后。 古道也知道凶险了,不用蓝小布说话,这个时候已经乖得像一只小虫。 痴痴,那肉眼看不见的巨爪抓在了神混沌上,声音让蓝小布整个人都有些发毛。 蓝小布此刻哪里还敢有半点大意,七级射破阵他根本就不知不起来,而且让他破,他也破不掉。 他就算是快要突破五级阵法大师,即将奈入六级阵法大师的行列,可七级射破阵,这是阵法宗师才可以布置出来的大阵。 宇宙为魔力极构建七级射破阵的维魔,找到生门。 在神念盾互助七破后,蓝小布半点也不敢耽搁,赶紧让宇宙为魔构建七级射破阵的维魔。 同一时间,他停止了宇宙为魔别的一切维魔构建,鲜水晶和那一点点没有用完的灵脉全部为宇宙为魔提供灵源。 宇宙为魔疯狂地运转起来,维魔大阵也在慢慢清晰。 蓝小布就感觉到自己的神魂盾不断出现裂痕,每次出现裂痕,他就飞速地修补。 一旦最外面的一道被撕开,他就赶紧重新加一道。 神念疯狂地消耗着,蓝小布额头已经出现了冷汗。 只要他神魂盾坚持不住,宇宙为魔还没有构建出来这个七级射破阵的维魔,他恐怕也会变成和失不逊一样。 好在宇宙为魔没有让蓝小布失望,仅仅是一炷香时间不到,七级射破阵的维魔就清晰地出现在了蓝小布的湿海之中。 跟我走,蓝小布招呼了一声鼓道,迅速地跨入声门,然后冲向了小岛深处。 有些东西如果你不懂,就算是你一辈子也别想走出去,如果懂了,只是几步路的事情。 有了宇宙为魔构建的七级射破阵法为魔,蓝小布仅仅是用了几分钟时间就已经走出了广场。 当浑身一松的时候,蓝小布已经站在了一个大殿门口。 大殿上方写着三个字,七破殿,蓝小布表面平静,就好像被射走了七破的羞食一般,毫无情感可言。 可他内心却杀气奔涌,日你个仙人版版的,老子来这里找个运神果而已,竟然想要老子的七破, 就算是你小布爷爷今天整不死你,将来也要来整死你。 内心越愤怒,蓝小布表面越平静,他心里是大骂,实际上依然是在担忧着。 他担心那个不治阵法的家伙还在暗处盯着他,一旦对方和贵无手差不多的修为,那他今天恐怕危险了。 蓝小布刚刚跨入大殿,一个熟悉的身影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见这人,蓝小布差点要叫出声来。 秦末才,几年前秦末才还在某北方市邀请他一起去找导寻找运神果,几年后竟然也是来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只要一看秦末才的样子,就是失去了七破。 蓝小布暗叹,一旦跨入修道意图,死亡有时候比寻常烦人来得还要简单。 秦末才也看见了蓝小布,他竟然停了下来,甚至和蓝小布打了个招呼,蓝房主,你也来寻找运神果啊,这里有运神果,我还没有找到,我先去找了。 说完秦末才继续远去,蓝小布没有叫住秦末才,秦末才看起来比试不逊的状态还要差,这应该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七破。 找导,如果不是有人传出去这个名字,蓝小布绝对不会相信。 嗯,蓝小布忽然想到刀口物这三个字,刀口物岂不是找导的半边拆字。 圆周的文字和地球上的文字也有些区别啊,可如果按照地球的文字这似乎有些联系。 蓝小布没有继续想下去,他已穿过大殿,在后殿的殿中心他看见了一个圆坛,圆坛中间坐着一个虚影。 那个虚影在修炼着什么功法,似乎根本就没有看见蓝小布的到来。 或者看见了也没有在意就是,因为和蓝小布这样随意进出的修士也有,只是这些修士都是绕着中间的这个圆坛走过而已。 宇宙为魔,构建这个虚影的维魔。 蓝小布一边让宇宙为魔构建虚影的维魔,一边木然地绕着圆坛走过去。 他甚至都没有用神念扫,就是担心惊动这个修炼的虚影。 第154章人仙的可怕,宇宙为魔开始构建这个虚影的维魔信息,蓝小布最担心的是惊醒对方。 不过蓝小布显然担心的太多了,一个时辰过去后,宇宙为魔已经完全构建出来了对方的维魔,对方依然是在忘我的修炼。 依然在大殿四周溜达的蓝小布这个时候完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个虚影是一个人的原神。 这让蓝小布极为震撼,他可是非常清楚,想要原神脱离开肉身可以单独修炼,至少要是人仙境界。 也就说这个修炼的虚影是一个人仙的原神,而且对方修炼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修炼的是一门神通,叫七破斩。 修炼这门神通需要无数修士的七破,而这个射破阵就是抓取修士的七破,然后将抓取出来的七破送给这个人仙的原神吞噬,用以修炼七破斩。 这门神通一旦修炼成功,对敌的时候,可以轻松斩去对手的七破。 而眼前这个家伙,已经修炼到七破的第五破阙音。 宇宙为魔没有找到对方的肉身,那就说明这家伙要不是肉身不在这里,就是这家伙没有肉身了。 蓝小布觉得这家伙应该是肉身不在这里,因为这家伙做的地方是一个传颂阵文,而且还是一个魂阵。 魂阵布置比普通的阵法要难太多了,这种传颂阵不能传颂食物,只能传颂神魂和意念之类的东西。 按照蓝小布的猜测,这原神在这里修炼应该是为了方便和隐秘。 吞噬七破修炼,显然是人人喊打的存在,这种人一旦被发现,会引起群怒。 所以对方偷偷躲在这里吞噬七破修炼七破斩。 还有一个原因是修炼七破斩,必须要纯元神状态修炼。 尽管是一个人先强者,不过对方没有肉身,只有一个元神,这让蓝小布开始计划怎么干掉这个家伙。 不要说这个垃圾刚才还要抓走他的七破,就算是没有这种事情,蓝小布也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不夜海发生。 某北仙城的修饰主要生存的地方有两个,不夜海和某北山脉,相对来说不夜海的修饰更多。 这家伙在这里修炼七破斩,显然是以某北的修饰为七破吞噬源。 这种人蓝小布岂能让其存在,要干掉一个人先的元神,对一个金丹修饰来说并不容易,不要说金丹修饰,甚至是恋神修饰都不一定能干掉。 不过蓝小布不是寻常金丹修饰,他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迈入六级的阵法大师,更重要的他有宇宙为魔。 蓝小布此刻又徘徊到了大殿外面的广场,两名刚寄来的金丹净修饰被广场上的射破阵锁住。 当蓝小布的神念扫到这两名金丹净修饰身上的时候,明显感觉两团东西射破阵被卷走,直接冲出广场,显然是送入内殿给那个神魂修炼的。 这应该是七魄了,七魄分别为,臭肺、除灰、非毒、吞贼、雀阴、鹊鹰、腐屎、狮狗。 以蓝小布的理解,七魄是可以分开来的。 这家伙一股脑的全部卷走,不是对方修炼七魄斩队七魄是否分开不讲究,那就是对方觉得这里七魄多,可以肆意消耗。 此刻两团七魄就要掠过蓝小布,蓝小布心念一动,神魂盾立即挡住了其中一团七魄, 然后树到神魂刺融入到了这一团七魄中。 在没有跨入恋神境之前,就算是知道对方七魄被射出,蓝小布也无法短时间内将对方的七魄还原。 既然这样,还不如利用一下,因一下那个人先元神也是好的。 融入了神魂刺后,蓝小布并没有立即让这团七魄进入内殿,而是依然被他的神魂盾挡着。 此刻蓝小布已确定,这个元神在修炼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大殿外面的情况。 否则的话,他从七级射魄阵的声门出来时就被发现了。 应该是对方对七级射魄阵太过自信了。 挡住了这团七魄后,蓝小布开始取出阵旗布置各种阵法。 那人先元神坐下的传颂魂阵闻他是布置不出来,不过在宇宙为魔的帮助下,他想要阻止这个传颂还是能够办到的。 传颂阻止阵法布置完毕后,蓝小布开始布置锁神恶元绞杀阵。 元神的攻击手段主要是神念,锁神恶元绞杀阵的用处就是阻止神念和真元。 这个时候布置阵法和当初贵无手追杀的时候可完全不同,蓝小布有足够的时间,而且布置完毕后,还可以借助宇宙为魔推演一下,继续完善他布置的这个锁神恶元绞杀阵。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蓝小布硬生生地将锁神恶元绞杀阵提升到了勉强要接近六级大阵的层次。 接连布置了三道锁神恶元绞杀阵,蓝小布开始放置置神箱。 制神箱就是压制对方的神念,对元神来说,效果更佳。 和对付贵无手不同,当初对付贵无手蓝小布仅仅用了两株制神箱,而今天蓝小布至少用了将近一百株制神箱。 点燃制神箱自然是用点火阵,只要锁神恶元绞杀阵发动,点火阵就自动点火。 做完这些后,蓝小布这才取出了一柄长戟。 看着手中仅仅是下品灵器的长戟,蓝小布有些无奈,他现在是真的缺少一把趁手的攻击法宝。 无论如何,现在应该可以动手了。 蓝小布撤去神念盾,那一团被他融了神魂刺的气魄迅速地飘进了内殿,然后没入了修炼的元神头顶。 蓝小布死死地盯着这个元神,只有对方开始练化这一团气魄的时候,他的神魂刺材会突然起作用。 对方显然没有立即练化气魄,可见这里过来的气魄实在是多。 蓝小布在边上等候的这一段时间,又有几团气魄飘了过来。 足足等了一个时辰,蓝小布感受到修炼的元神浑身一阵阵颤抖,随即传阵闻亮起。 蓝小布起能不知道对方中招了,他毫不犹豫地轰出十数道神魂刺,同时手中的长脊化成一道脊红轰向了这个元神。 找死,这元神立即就知道自己被人暗算了,顿时大怒。 他在这里修炼这么多年了,一直是平安无事。 按照道理来说,哪怕人先来了,也不能轻易挣脱七级射破阵不被他发现。 可眼下他眼看就要修炼完毕第五破,竟然被人暗算了。 元神怒吼之后,一道沙芒就轰了出来,蓝小布的长脊被这沙芒直接轰飞,但沙芒却并未消散,依然是直奔蓝小布。 蓝小布明明看见了这一道沙芒,可他就是躲不开。 扑,沙芒轰入蓝小布的胸口,将蓝小布带飞了起来。 元神一声冷哼,虚影跨出,一个几乎凝实的手印抓向了蓝小布的头颅。 这蓝小布竟然会神念攻击,刚才如果不是十数道神念攻击轰在他的十海深处,他已经弹掉了这个蓝小布大惊,直接一拳轰了出去。 他疑惑为何自己这么多神魂刺轰下去,没有几多大用处。 给我死吧,元神历生之下,手印抓在了蓝小布的拳头之上。 一阵阵冰寒传来,蓝小布就感觉到拳骨寸寸断裂,他心里一沉,真人疯狂运转,同时快速后盾。 蓝小布心里清楚,他这只手应该不会存在了。 让蓝小布惊喜不已的是,那凝实的手印在抓裂了他的拳骨之后,竟然失去了后劲。 蓝小布很快就明白了是什么原因,他的锁神恶元绞杀阵彻底发动了,三道近六级的大阵对神念的遏制有多强大。 更何况遏制一个纯元神,要知道除了三道锁神恶元绞杀阵之外,他还点燃了一百多柱之神香。 不要说对方就是一个元神,就算是带着肉身来到这里,也要让他喝一盆洗脚水。 第一次轻松让蓝小布重创,第二次更强的手段竟然没有束缚住蓝小布。 也没有将蓝小布拎起来,反而只是伤了蓝小布的一只犬骨。 当一阵阵至神香气吸卷来,那元神同样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这个对手不但是一个阵法强者,还利用了遏制元神的燃香。 要杀这个蝼蚁,他必须要将这遏制神念的阵法和燃香去掉。 看见元神没有继续对自己动手,反而是冲向了那些燃香。 蓝小布岂能不知道对方的想法,长级卷起一阵阵的空空挤音轰向元神,这一刻蓝小布几乎将自己的整个精气神全部渗进了长级。 元神知道想要破坏蓝小布的锁神恶缘绞杀阵,就必须先重创蓝小布再说。 巨空之中凝聚出来一只硕大的拳头,拳头随着元神的身体一起砸向了蓝小布。 从跨入人心以来,他从未有过这种憋屈的战斗。 竟然被一个小小的金丹楼已逼到这重地步。 空,长级再一次被轰飞,蓝小布的攻击就好像笑话,他又一次倒卷出去。 尽管对方是元神,可也是一个人心元神。 这次元神没有继续去管锁神恶缘绞杀阵,而是冷冷地盯着蓝小布,须隐宁出来的双手不断卷动着各种手绝,口中平静地说道,击破第一斩,落。 蓝小布就感觉到头皮一阵阵地发麻,一种毫无缘由的死亡气息碾压过来,让他呼吸都感觉到困难。 赤海似乎要裂开一般,意念被牵扯着要脱离他的身体。 蓝小布哪里不知道这是对方的神通七破斩,他完全弄不明白对方的元神施展出来的七破斩为何还如此可怕。 要知道这家伙是还被自己暗算,还有一百多柱子神香点着,甚至还有三道锁神恶缘绞杀阵。 这神念石城里面不说去掉九成,应该去掉七八成了吧,还这么厉害。 吃海中的神混沌一层又一层的碎裂,蓝小布张口喷出一道鲜血。 随着那一斩被削弱,蓝小布知道他这一斩他挡住了,可对方修炼到了第五破,也就是说至少有五斩,而且肯定一斩比一斩厉害,他后面的怎么挡。 这样下去,不用五斩,只要第三斩,恐怕他就没命了。 第155张人凄凉,买骨在他乡,蓝小布倒飞出去的同时,长吉已经再次抓在了手中,根本就不等这原神给出第二斩,长吉就卷起一道道几阴砸向了原神。 七阴第二杀,蓝小布根本就没有感悟透彻,此刻也只能强行轰出。 他不能让对方继续施展七破斩,一旦对方施展出七破第二斩,他就算是不死,也没有能力再出几。 蓝小布非常清楚,他的七阴之弓阴沙应该奈何不了对方。 不是弓阴沙不行,而是对方仅仅是一个原神体。 弓阴沙气是磅礴,大开大合,讲究的是硬碰硬。 这种杀招对付一般的神魂自然是毫无问题,可对付一个人仙原神有致命的缺陷。 一个人仙的原神,只要在弓阴沙中寻找到一丝空间,就可以躲过去。 就犹如流水一般,在坚硬的长矛,哪怕是可以刺穿一切阻碍,却无法给流水造成伤害。 而人仙的原神,就相当于流水。 所以哪怕蓝小布知道自己的第二阴沙没有完善,长截也是卷起了伤阴沙法波。 人仙原神心里更是惊骇,他第一惊骇的是蓝小布竟然挡住了他的七破斩第一斩。 他一个人仙原神施展七破斩,不要说寻常的金丹修士,就算是恋神修士也无法挡住。 可眼前这个小小的金丹翩翩挡住了,这说明蓝小布的神念非常强,很有可能都接近了虚神镜的原神。 而且他还感觉到蓝小布有一门神念神通,可以挡住他的七破斩攻击。 除了这个,他同样惊骇蓝小布到底是布置的什么绞杀阵。 还有那燃香是什么东西,却如此可怕地束缚住了他的原神气势。 以他的能力,就算是神念被些许压制,第一斩批出后,七破斩的第二斩也会瞬间凝练出来,轻松弹掉区区一个金丹。 事实上是他的第一斩被对方挡住后,因为神念被极大压制,七破第二斩竟然无法瞬息祭出,反而是对方的长脊卷起一道道撕裂的脊因过来。 原神大怒,蓝小布的长脊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前面对他的两次攻击就是垃圾一般的存在。 今天他拼了受点伤也要先干掉这个蝼蚁。 神念护照伸展出来,原神闷哼一声,一道道手绝愈发快速地在虚空划出。 蓝小布知道对方在宁愿第二斩,他反而冷静下来,神念和真元完全凝聚在这一几上。 他此刻心里太清楚,如果他的第二几杀不掉对方,今天这里就是他蓝小布的买骨之地。 既然如此,那有什么好忌惮的,只是可惜他还没有能回到地球,还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第一是碌碌无为,最后还被人沉海,第二是他找到了自己毕生应该追寻的方向,却死在了这样一个角落里。 压抑和不甘这一刻冲测了蓝小布的整个身心,他连死都不去了,何去一个人心元神的气魄第二斩。 这一刻,射几之外,再无他物,当蓝小布将一切都放开来,整个人的精气神全部凝聚到这一几之上后,长几的几音开始变化。 长几开始祭出时势划过空间的撕裂声音,到了后来化为了凄凉秋音。 张音围秋,悲秋的气息瞬间笼罩住了整个大殿,蓝小布整个人都似乎融入到了这几音之中。 人仙元神即将凝联的气魄第二斩在此刻为之一顿,一种气怯的情绪涌上心头。 一个人仙本应该傲立在一切之上,受尽世人敬仰,而他元神常年和肉身分开,就是为了修炼气魄斩。 时光如流水,失去的不在海,潇索秋音之下,是一种孤独的悲凉。 他修炼到人仙,还没有回到家乡,让那些父老乡亲知道,他今天的成就有多大。 凌烈的杀气直冲灵台,元神呼得惊醒,不对,他在用气魄斩杀一个金丹蝼蚁,此刻竟然被这金丹蚁的几音所困。 找死,元神怒火之下神念疯狂燃烧,气魄第二斩迅速凝炼起来。 此刻蓝小布的长吉已经来到面前,冷冽到音伴随长吉落下。 张声萧瑟已穿肠,冲天几音铺满江,人凄凉,埋骨在他乡。 击破第二斩瞬息顿住,元神眼睁睁地看着长吉轰入自己的眉心,嘴里还在喃喃自语,人凄凉,埋骨在他乡。 道音神通,区区一个金丹修是竟然有神通,还是道音神通。 长吉在轰入元神眉心的那一刻,道音沙发气息迅速炸开。 那种凄凉的死亡气息迅速地剥离走了元神身上的一切生机,元神飞速地溃散。 这种道音沙发气息之下,哪怕是一个人心元神,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元神溃散。 不,神魂溃散和消沙的悲丘气息之下,元神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其因第二伤音沙之下,人心元神眼看就要彻底溺灭。 走,这人心元神此刻哪里还顾得上愤怒和杀掉蓝小布,他燃烧自己的寿元疯狂后撤。 原本凝食的人心元神,此刻溃散到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影子。 哪怕蓝小布的第二音神通已经彻底地重创了这元神,可在元神疯狂之下,依然无法将其斩杀。 蓝小布也从第二音中清醒过来,心引暗自震撼人心元神的强大。 竟然能在七因第二伤之下彻底挣脱出来,不过蓝小布心里很清楚,对方死定了。 传颂快激发,接近于无的元神扑到了传颂阵纹上,疯狂激发传颂阵。 只是那传颂阵一点反应都没有,不要说激发,现在就连闪一下都没有。 人仙元神彻底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一个金丹修士在和他打斗之前,竟然敢锁住传颂阵。 可偏偏对方还赢了,他竟然真的逃不走。 你继续逃啊,蓝小布抓住长疾缓缓走了过来,嘴角的血都懒得去擦一下。 人仙元神冷静了下来,阁下何人,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何暗算于我? 你应该知道,就算是你毁了我的元神,我的肉身还在,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 如果你现在让我走,我发誓之前和你的恩怨一笔勾销。 蓝小布哈哈大笑,你爷爷行不改名作不改姓,归海家族的归海照就是。 有本事来我归海找我麻烦好了,你爷爷皱一下眉头就不算好汉。 不过今天,你就别想走了,给我死去吧。 长脊再次卷起,蓝小布身上杀气卷动。 助手,我是九州山的护友,你现在感动我,明天你归海家族就会化为鸡粉。 人仙元神力声喝道,可他的眼神深处却有一种恐惧。 他担心蓝小布这个二愣子真的杀了他,如果真的如此,九州山就算是灭掉了归海,也和他毫无关系了。 他的元神在这里,一旦失去了元神,他的肉身想要复原,那只能依靠一丝魂魄,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要找到顶级灵草五彩先知。 九州山护友,蓝小布皱眉丁着眼前这个元神,好一会才说道,你和我师父是一个宗门。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你,你师父,护友同样的惊讶不解,蓝小布是九州山的弟子。 他怎么从未见过,蓝小布点点头,我师父邹正啊,我是他的外传弟子。 当年我归海家族得到了一条上品灵脉,正好我师父经过归海家族,上品灵脉。 护友倒吸了一口冷气,甚至暂时忘记了自己才处境。 蓝小布点点头,是啊,因为那条上品灵脉就送给了我师父,所以才会生我为外传弟子。 那你师父有没有提起过护妻? 护友立即说道,他渴望蓝小布能让他的元神离开这里。 蓝小布已经,立即大声道,原来你就是那个垃圾护妻啊,你给我去死吧。 说话兼蓝小布手中的长脊已经再次轰在了护友的元神身上,同时一道道火球全部砸了下去。 如果护友没有受伤,蓝小布的火球对护友来说就是挠痒痒。 可现在护友元神即将溃散,蓝小布还如此攻击,他哪里能挡得住火球。 一阵阵痴痴声音传来,蓝小布看见在困阵中挣扎的护友,心里暗自后怕。 这人仙元神太强大了,现在给他杀,他竟然也要杀半天。 咔嚓,当那模糊的元神彻底溃散消失不见,蓝小布这才长吐一口气跌坐在地。 对付一个元神,他手段尽出,还差丢了小命。 这更是让蓝小布想要尽快化丹成功,否则面临真正的人仙他恐怕连蝼蚁都算不上。 古道也是激动的吼了几声,如果蓝小布被杀了,他显然也是逃不过一死。 蓝小布吞了一枚雨淋丹,休息了一炷香后,这才站了起来。 站起来的第一件事,蓝小布就是毁掉了七级射破阵,然后将刀口雾这个地方完全封印了起来。 在毁掉七级射破阵和刀口雾的驱沙阵后,蓝小布已经晋级成一名真正的六级阵法大师。 将刀口雾用六级隐匿阵和封印阵封住,一般的人就算是不小心来到了这里,也不能进来。 现在他必须赶紧离开这里,然后去寻找蕴神果。 干掉了九州山的一个人仙元神,蓝小布心里也是担忧不已的。 只希望那个人仙能被龟海家族耽搁一点时间,最好是合邹正干起来。 第156章 人仙之陨 九州山,七破风,一声凄力的惨叫惊醒了外面的童子,他站在封主的洞府之外,却不敢进去。 他肯定刚才那可怕的惨叫是封主传出来的。 就在他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窈窕的身影落在了七破风外,这是一名容颜极为俏丽的女子,他叫了一声,顾大哥,小面有要事和你商量一下。 这童子赶紧冲了出来,然后跪倒在地,御师叔,不久前封主发出一声惨叫,然后就再也没有了声音。 教育师叔的女子一愣,随即几步就冲到了护油闭关的地方,接连拍了几次洞府外面的静置,都是毫无声息。 女子立即发出了一道讯息,只是十几个呼吸时间,四五道身影就冲上了七破风,出现在了女子身边。 什么事情,以师妹,说话的是一名身材修长的中年男子,尽管知道事情应该不小,他说话依然是清风细雨,让人一听这个声音立即就有了一种安稳。 这正是九州山的第一人牧羊哲,有人说他是人先巅峰,也有人说他已经是跨入了地先层次。 牧羊哲问完后,其余几名跟着牧羊哲一起过来的九州山修士都是带着疑问看着寓意。 寓意连忙说道,我来七破风是有一件要紧的事情和护大哥商量,只是我一来,七破风的童子就惊慌不已说他听到护大哥在修炼室惨呼一声,然后我赶紧去扣洞府,确实没有回应。 那童子被几个强者盯着,浑身颤抖,磕磕绊绊地说道,我正守在外面等候封主命令,就听到封主一声惨呼,我焦急不安的时候,御师输来了。 牧羊哲微微皱眉,只是沉思片刻就说道,马上强行轰破护友长老的洞府,这件事恐怕不简单。 护友修炼七破斩,没有告诉任何人,不过大家都在九州山,自然是也知道一些。 七破斩可不是什么好修炼的,因为这门神通必须要原神理体修炼,一旦遇见对手所住修炼中的原神化,那就非常危险。 精明强者同时攻击,护友的洞府仅仅是坚持了几夕就被撕开。 众人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跌在葡团边缘的护友,此刻护友蹊跷流血,脸色苍白。 这里修为最低的也是虚神后期,神念稍微扫一下就知道护友的原神已经没了。 墨阳者脸色平静,可是内心的怒火却是蹭的一下就燃烧起来。 竟然还有人暗算九州山长老的原神,简直不知死活。 护大哥的原神被人暗算了,寓意立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护友在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护长老修炼的是不是七破绽,牧羊者与其依然是低缓,他只是猜测护友修炼七破绽,寓意应该更清楚一些。 寓意连忙应道,是的,护大哥修炼的应该是七破绽。 我猜测他原神在修炼的时候,被人看见然后暗算了他的原神。 呵呵,我九州山应该是太低调了,现在连九州山仁仙长老的原神也有人敢算计。 一名同样是仁仙的男子呵呵一声,语气充满了杀气。 牧羊者走到护友旁边,随即他就发现,在护友身前的地面上写了几个字,归海赵。 邹正,归海赵,牧羊者一皱眉,立即说道,将护友长老的魂牌拿来。 归海赵,邹正,这是什么意思,牧羊者一皱眉,随即问道,邹长老是不是还在西昆仑派。 是的,一名长老立即答道,只是短短时间,护友的魂魄就被拿了过来。 护长老还有一丝魂魄,看见不满裂痕的魂牌,欲以急切地叫道。 欲以话应当落下,那不满裂纹的魂魄就咔嚓一声,话为了碎渣。 众人面面相去,在实在是让人措手不及了点,以护友这种人心强者,就算是在想要修炼期扩展,也会留下一丝元神。 虽然留下一丝元神后,修炼期扩展的进度会减慢,而且效果也没有不留好。 不过这是以防万一,防止自己的元神被人偷袭。 顾游元神被灭后,显然是留下了一丝神魂。 只是还没有等沐阳哲出手相救,沐游留下来的这一丝魂魄就彻底崩溃了,这是怎么回事? 各位怎么看,沐阳哲的目光看了一下屋子里面的几人。 玉尹犹豫了一下说道,沐大哥元神虽然是突然被暗算,显然对方实力有限,没有能力击毁了沐大哥的元神。 所以沐大哥应该是知道谁毁了他的元神,玉尹没有说下去,大家都明白玉尹的意思。 沐阳哲在修炼的时候突然被偷袭,这个时候沐游显然没有将偷袭的人放在心上。 只是在即将被杀的时候,沐游才留下了一点点线索。 元神离开肉身,就算是人先修饰的肉身,也难以动叹。 沐游能留下几个字,是因为他的元神还没有被彻底毁掉,而且他的肉身还有一丝魂念残留。 沐阳哲缓缓说道,对护长老下手的人应该有一门极为可怕的异境神通,只有最顶级的异境神通才可以影响到残留在意外里之外肉身上的一丝魂魄。 护长老知道自己元神没有生的希望了,所以想要留下线索,只是恐怕护长老自己都没有想到,那异境神通会在他控制一丝魂念留下线索的时候将他这仅有的一丝魂念击溃。 众人沉默下来,顶级异境神通,自从当年元周被舍弃后,还有几个人会顶级异境神通的。 但没有人怀疑牧羊哲的话,能通过攻击元神,让残留在意外里之外肉身上的一丝魂魄念崩溃,除了异境神通之外能有什么办法? 怪只怪护游太过不小心了,既然元神被异境神通重创都要灭掉了,你就不要再借助元神沟通肉身残留魂念留下什么线索了啊。 只要活着,将来什么线索没有,现在好了,命都没了,欲以长老,你去一趟龟海家族,找一下有没有龟海赵这样一个人,如果有的话,立即就将他带到九州山来,查询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没有,就发布寻找龟海赵的告示,封长老,你去一趟西昆伦派,询问一下邹正,为什么护游长老失去元神之前,会写下他的名字? 牧羊哲虽然说话不紧不慢,但是语气却表明了,这件事必定要查到底。 众人都明白牧羊哲的意思,如果九州山的一个人先长老被杀了都不查,那别人或者以为九州山真的好欺负了。 至于去西昆伦派,更多的是查一下最近邹正的行踪。 没有了刀口雾的阵法作怪,蓝小布很快就在此穿过了不业海的迷雾。 这一片迷雾同样也是一个幻阵而已,不管这个幻阵是不是互犹不知的,蓝小布都不会允许这种幻阵继续存在。 他现在的实力还没有办法去掉这个幻阵,宇宙为魔构建这个幻阵为魔倒是可以,只是这个幻阵面积太大,通过宇宙为魔构建这个幻阵为魔来破阵太浪费时间,他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 蓝小布索性在这幻阵外面,布置了一个六级的隐秘阵,将这个幻阵彻底隐秘掉了。 除非是有意寻找刀口雾,还精通阵道,否则的话,一般修士在也进不来这个隐秘阵。 做完这些蓝小布立即离开了不业海,不业海无论是不是有好东西,都不可能有运神果的。 至于不业海的找导,应该是互由那个王八搞出来的点子。 小万寿山,这名字叫山,严格说来这里已经不算是山了,更相当于一个镇。 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地方出产一种极为有名的邻果叫着运神果。 在多年前,不知道有多少金单修士来这里寻求运神果。 那种热闹非凡的场景,简直就和传闻中万寿山武装官举办人参果大会一般。 时间日久,人们就将这个地方叫着小万寿山了。 而这里也因为热闹,形成了一个镇,不过再多的运神果也架不住整个援州的人都涌来。 时间长久了,小万寿山也无法拿出足够多的运神果。 后来在一次运神果成熟的时候,无数修士蜂拥过来抢夺,最后大家都红了眼,结果所有在小万寿山的人都是乱杀一通。 根据元周后志记载,小万寿山那一次死去的修士族足有十数万之多。 那一战将小万寿山的泥土都染红了。 在那一场混战之后,小万寿山就没落下来。 因为运神果树全部被法术摧毁,这里再也不会有一枚运神果。 此刻蓝小布就站在小万寿山外面,看着犹如废墟一般的小万寿山,心里也是感慨不已,修仙意图太过艰难。 如果当年他也在的话,难保他不会参加抢夺。 只是一场混战死去十多万人,这显然有些不正常。 区区一个运神果,应该还不至于让众多修士拼了命的去抢夺,更何况十多万人战死。 蓝小布不是专门来小万寿山的,他是去元周南部的第一仙城千恒仙城。 听说千恒仙城出现运神果的几率是最大的,蓝小布想要尽快跨入化丹境界,所以他不想去别的地方寻找运神果。 他身上比运神果珍贵的灵草多的是,只要千恒仙城有运神果,他就可以交换来。 出现在小万寿山之外,是因为他看过元周后制,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来在经过小万寿山的时候,他特意下来看看这个运神果产地的。 第157章小万寿山,小万寿山里面是什么情况,蓝小布并不打算进去。 他来这里更多的是好奇,还有是对万寿山武装官的羡慕。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有机会离开元周,前往大荒宇宙,不知道能不能看见真的武装官。 若是大荒宇宙真的有武装官,他一定要去看看这原子大佬。 当然,更让他羡慕的是人参果,什么果子文艺文就可以活360岁,吃一颗要活47000年啊。 他身上的寿元果,吃一颗就可以多活20年,已经是元周最顶级的宝物之一了。 实在想不通,人参果是什么级别的宝物,走吧,古道,我们需寻找运神果,站在小万寿山的外面看了半天, 蓝小布感叹不已,拍了一下古道的脑袋。 古道却滴吼一声,然后用脚扒了扒泥土,然后又滴吼几声。 什么意思,蓝小布疑惑地看着古道,古道眼里焦急不已,然后又扒了扒泥土,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他从脖子上的储物带弄出一枚零食丢在脚下,然后扒了扒。 你是说这里面有零食?蓝小布醒悟过来,古道点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蓝小布皱眉, 这家伙不会说话,不会传送意识,真是伤脑筋。等等,蓝小布想到古道可以动用储物带, 应该是有神念的,有神念就可以传递意识啊。 讲到这里,蓝小布从戒指中找出一枚零兽预检介绍。 很快他就看到了答案,零宠也是要认主之后才能通过意念和主人传递信息。 古道跟随他一起,是他的宠物,但并没有认主。 蓝小布收起预检,他没有打算让古道认主,说来古道还是落彩撕给他的。 蓝小布的神念扫过去,很快他就感知到了古道的神念意识。 古道的神念不强,不过蓝小布依然是明白了古道的意思, 他精力地看着古道,你是说这下面有灵脉。 古道连忙点头,蓝小布心里火热起来,灵脉啊,当初他如果不是得到了一丈灵脉,能有现在的成就。 走,带我去灵脉的地方挖灵脉。 蓝小布一拍古道的头,说了一句后他忽然醒悟过来,古道,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灵脉。 从古道得意的眼光之中,蓝小布明白了这恐怕是古道的天赋。 这家伙能在不夜海抓到稀缺到极致的荧光鱼,发现灵脉似乎也不稀奇。 赶紧带我去灵脉的位置,蓝小布心里迫切起来,之前他骗护游说归海家弄到了一条上品灵脉。 连护游这种人仙强者,也是眼红不已。 可见在圆周,灵脉是多么的稀缺,千云仙门虽然多了一个望银山,也有机会跨入四星宗门行列,不过宗门在牛也没有一条灵脉。 他们的灵脉被古心山抽走了,还是一条中品灵脉。 小万寿山有灵脉也不是不可能啊,这里曾经可是运神果的产地。 运神果这种灵果,没有灵脉怎么成长。 进入小万寿山后,蓝小布立即就感觉到山周变得阴冷起来。 他进来之前,外面还是艳阳刀罩,可是进来后,阳光载也感受不到,甚至越往里面走就越感觉到阴冷。 到处都是坍塌的店铺,街道一溪还残留着雪渍的痕迹,废墟里面还有一些白森森的骨骼残留。 毕竟是死了十几万人,有这种阴冷气息也不足为怪。 在刀口雾古道极为惧怕那个人仙人神,但在这里,周围的阴冷气息对古道似乎没有半点影响,它依然是左转右转,似乎极为熟悉的样子。 等等,古道还在往前走的时候,蓝小布忽然叫住了古道。 他发现自己的神念被压缩到了十数里范围,而且已经看不清楚外面的情况。 古道却再次扒拉起地面,蓝小布立即就捕捉到了古道的想法,另外就在下面。 蓝小布的神念渗透下去,不过只是五十米就被阻拦住了,可见这下面都是各种静置。 办得不错,蓝小布一拍古道,进来后他的神念被压制,很有可能是有静置造成的。 脚腕兽山曾经可是人山人海的地方,有各种压制神念的静置很正常。 至于是不是能出去,蓝小布根本就不会担心。 现在对他最重要的是下面的灵脉啊,万一被他弄出一条中品灵脉,那就发达了。 他自己是一个六级阵法大师,还有宇宙为魔,小万寿山骑士出产运神果而已,能有什么高级的阵法挡住他。 蓝小布立即抓出阵棋开始布置阵法,首选要布置一个隐匿阵,将他这个地方隐匿起来。 其次要布置一个隐灵阵,不然这里的灵气会泄露出去。 一旦他开挖后,灵脉的气息外溢,引起了强者那可是为他人做嫁衣。 仓促时间,蓝小布只是布置了两个五级阵法。 可惜没有盾土福,如果有盾土福的话,他可以借助盾土福下去寻找灵脉,现在他只能开挖。 好在蓝小布已是金单圆满境界,神念更是极强,从戒指里面找了一柄下品灵气铲出来,几乎每一铲都可以挖开一两米深。 泥土被蓝小布抛出,短短半天时间,蓝小布就挖了两百多米。 这个时候就算是古道不跟着,他也能感受到灵气散意出来的方向。 又挖了半天时间,灵气铲被挡住,蓝小布的神念扫到了一堵墙,他的神念沿着这墙侧移,很快就发现了大门。 大门外面同样是泥土,不知道被堵住多久了。 而且这个大门外面全部是各种各样的禁制,还都是五级以上的。 蓝小布轻松地就破开这些禁制,借助手中的灵气铲带着古道来到了大门外。 锁住大门的是一个六级阵法,若是一般人来这里,只能硬弓。 不过一个六级阵法,还有充足的灵气提供,想要弓破可不容易。 对蓝小布来说,只要几十枚阵气丢下去,锁住大门的六级护阵立即破去,大门打开,浓郁到极致的灵气扑面而来。 蓝小布赶紧将大门的六级护阵再次不起来,甚至还加布了一个引灵禁制。 这种灵气如果传到外面,他的那个引灵禁制还不一定能挡住。 要是引来一个人仙,那就完蛋。 进入大门后是一个方圆只有几十个平方的小院,蓝小布和古道穿过小院,立即看见了几个字,上官家祠。 蓝小布微微一愣,这竟然是上官家祭祀祖先的祠堂。 跨入祠堂,出现在蓝小布面前的是一个大殿。 让他惊讶的是,这里不是一个个牌位,而是一排排座椅,这些座椅整齐的摆放在大殿的两边,这明显是一个意识大殿啊。 对这里是祠堂还是大殿蓝小布半点也不在意,他的目光落在了右侧,灵气就是从这个地方散逸出来的。 古道已经先一步冲了过去,只是右侧明显是禁止拦住了去路,古道急得转圈。 蓝小布抓出正旗,只是几分钟时间,右侧就出来了一个小门。 然后是一条九区小道,沿着这条九区小道走到尽头又是一个禁止。 蓝小布打开禁止,人还没有进去就已经被惊住。 眼前是一个巨大的果园,他看见了两条灵脉摆放在果园的两侧,两条灵脉的灵气都浓郁惊人。 左侧的一条灵脉足有百丈长,哪怕蓝小布没有见过上品灵脉,他也知道这是一条上品灵脉。 右侧的一条灵脉短一点,只有30丈左右,灵气也弱很多,很明显这是一条中品灵脉。 最让蓝小布震撼的是,在这两条灵脉中间一排灵果树。 灵果树上截着的就是他苦苦寻找的蕴神果。 当初他去不越海为了寻找一枚蕴神果差点丢掉小命,结果还没有找到。 而这里足足有上千枚之多,他也要不了这么多啊。 看见眼前的场景,蓝小布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当年小万寿山蕴神果如此出名。 这些蕴神果如果全部拿出去,想不出名也难啊。 古道激动的在两条灵脉之间跑来跑去,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好了。 蓝小布一样的有些发愁,好东西实在太多,他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将这些东西全部弄走。 他的戒指空间只有十多丈,还有蓝牙和昆仑丢在里面的。 特别是蓝牙,都几乎占据了整个戒指空间。 不要说那条上品灵脉,就算是那条中品灵脉他也拿不走。 除非他将这些灵脉全部敲碎,就算是敲碎了,他的戒指恐怕也实装不下去。 灵脉之所以叫着灵脉,那是因为有完整的规则属性。 如果他将灵脉全部敲碎了那还是灵脉吗? 就算是灵脉,也不能算是完整的灵脉了啊。 讲了半天也没有想出好办法的蓝小布只能对古道说道,古道,先去修炼。 我也炼至运神丹,准备跨入化丹境。 不管能不能拿走,先借助这里的灵脉和蕴神果,将修为提升到化丹再说。 他卡在金丹境的时间太久了,等他跨入化丹境后,就留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再说。 蕴神丹是五级灵丹,蓝小布身上的辅助灵草多的是。 一个时辰后,他身上已经多了七八瓶特等的蕴神丹。 由宇宙为魔帮助,不炼至特等灵丹,蓝小布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第158章不能化丹,蓝小布身边摆放着一瓶特等的蕴神丹,他身下坐着的是一条上品灵脉。 在蓝小布看来这种环境下修炼不要说他,就算是一个没有资质的人来这里,恐怕也会在蕴神丹之下化丹成功。 一枚蕴神丹被吞下,蕴神丹的丹药迅速在太穿绝之下化为古古灵液滋润经脉,然后化为精纯的真源存入到了丹田之中。 上品灵脉上的灵气同样随着蓝小布的周天运转涌入蓝小布的体内,从丹田到磁府。 体内真源越来越纯净也越来越浑厚,蓝小布却感觉到有些不妙了。 这已经是他吞下的第8枚蕴神丹,持续修炼的第三个月。 可这蕴神丹下去不要说化丹,他就是化丹的境界都感觉不到。 捏住第9枚蕴神丹,蓝小布没有吞下去。 将丹药捏在手中反复观看了足足一炷香时间,蓝小布这才叹了口气,将蕴神丹收进了瓶中。 他肯定自己的境界出了问题,这绝对和蕴神丹还有自身资质毫无关系。 如果每一个金丹修饰都需要八枚蕴神丹才可以化丹成功,那圆周怕是没有几个化丹境界的修饰。 而且他八枚蕴神丹还没有能化丹成功。 按照他理解的化丹,那就是随着修为不断攀升,然后金丹裂开,化为更为精纯强大的圆叶。 现在他每吞下一枚蕴神丹,他的金丹就更加稳固,真缘就更加浑厚,哪里有半点化丹的趋势。 蓝小布看了一眼古道,古道坐在中品灵脉上,修炼得有模有样,而且灵气已经在古道深周有了一个淡淡的漩涡。 不行啊,这样下去连古道都要超过他了。 怎么才可以化丹?化丹,蓝小布的意念落在自己的金丹之上,这一刻他忽然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化丹是让金丹碎裂,他强行碎裂自己的金丹然后运转太穿绝,会不会也是化丹? 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蓝小布道也不会多想,一旦有了这个两头,那疯狂的想法就如杂草狂肠。 他连神魂都可以撕裂,然后修炼断神诀,为何不能撕裂自己的金丹跨入化丹境? 其余的境界就算了,比如化丹跨入炼神境,他无法为自己凝炼元神。 但捏碎金丹,他可以做到啊,别的金丹修饰,一旦金丹碎裂,那时修为尽失,甚至小命也有危险。 可别的修饰一旦神魂被撕裂,也会精神错乱,甚至疯掉啊。 他为什么可以撕裂神魂后不但安然无恙神念还狂涨? 不就是因为他有断神术吗? 现在他碎裂自己的金丹,泰川爵能不能完成跨入化丹境的过程? 蓝小布是疯狂,对自己也狠,但他不傻。 撕裂金丹可以,这种痛苦他相信自己可以承受住。 再可怕难道还比撕裂自己的神魂可怕? 最关键的是,泰川爵能不能和断神术一般可以让他完成晋级化丹的这个蜕变。 宇宙维魔构建推演维魔,蓝小布毫不犹豫地运转泰川爵,一边修炼,一边让宇宙维魔构建自己强行碎裂金丹后如何跨过金丹境界,直接化丹。 在上品灵脉之下,宇宙维魔急速旋转。 蓝小布不再管自己是不是金丹圆满,同样疯狂运转泰川爵修炼。 太川爵吸收灵气太过强大,上品灵脉形成的灵气物几乎将蓝小布全部裹住。 蓝小布的金丹依然是在不断的凝食,不仅如此他的真元也欲发浑后。 金丹在丹田之中悬浮,真元在金丹周围流转,气息强横。 这一刻蓝小布怀疑他甚至可以直接和一个炼神镜修饰来一场,还能将对方打爬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宇宙维魔忽然停下,蓝小布发现太川爵恋神还须部分的功法已经有了些许的改变。 蓝小布一咬牙,不管了就这样,瞻前顾后始终让他跨不出这一步,当初他还没有运丹就修炼出来了神念,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害怕,现在知道了,懂得多了反而不如之前了吗? 金丹给我碎,强大的真元挤压在金丹之上,哪怕蓝小布的金丹凝练后始,可是这一下就让蓝小布的金丹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蓝小布瞬间就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在迅速减弱,这是要毁掉修为的前奏啊。 一阵可怕的痛楚传来,蓝小布实在是忍不住张口喷出一道血剑。 绝对不能在修为悔去之前还没有碎丹,强忍着痛苦和一切负面因素,蓝小布的真元挤一次轰在了金丹之上。 咔嚓,金丹碎裂,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蓝小布就感觉到自己的实力迅速消融下去,真元在溃散,一种负面情绪在这一瞬间冲测了整个身心。 自己已经废了,金丹被自己毁掉了,真元开始溃散了。 蓝小布闷哼一声,什么废了,金丹是他自己主动毁掉的,真元溃散只要他化丹成功还是会成倍回来。 这次蓝小布连丹药也懒得吃了,是拼了命的运转太川爵。 成功不成功就在这一刻,如果太川爵连周天都形成不了,那他的确是废了。 让蓝小布松了口气的是,太川爵毫无阻碍,猎神还须的功法周天在金丹境界的时候运转始终缺失了一点什么,就好像那金丹挡住一般。 而现在轻轻松松一个周天过去,蓝小布惊喜不已,不管成功不成功,他都有希望。 太川爵飞速运转,上品灵脉上的灵气被不断剥离开,然后在蓝小布深中形成了一个比之前要大数倍都不止的灵气漩涡。 很快蓝小布就陷入了忘我的修炼之中,一道淡淡的原神影子在他的十海深处渐渐凝食。 转眼数月过去,蓝小布再次醒来的时候,立即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是不是华丹成功了他不知道,但他肯定现在的实力绝对比华丹要强,还不是强了一点点。 在他的慈府之中有一个淡淡的原神影子,虽然原神还没有凝练,但能形成原神的。 不对啊,蓝小布疑惑起来,华丹是没有原神的,只是形成原神之前的一个境界。 他现在的情况更像是炼神镜,炼神镜就是凝练原神,然后虚神镜后原神彻底凝食,可以小范围短时间内离体。 一旦到了人仙镜,原神就可以长距离长时间的离体。 也就是说,他没有经过华丹镜直接跨入了炼神镜。 或者说华丹这个境界他强行自己过去了,只是强行碎裂金丹而已。 古古的真原画叶流动倒数蓝小布,尽管他现在的实力比之前强大了十数倍都不止,一旦他将真原完全转化为原叶,他的实力还会数倍增强。 无论圆周是不是修仙圣地,按照道理说修士的境界是不可能越过去的。 这不是学习,可以跳极,修炼就是按部就班的过程,不存在跳极,唯一的可能就是太川爵才是真正的修炼功法,而画丹镜是可有可无的, 甚至是后人无法一步跨入炼神,然后增加出来的一个境界。 因为真正的修炼过程没有这个境界,太川爵直接将画丹去掉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金丹后用的应该不是蕴神丹,而是跨入炼神镜的寄神丹,难怪接连用了八枚蕴神丹都毫无效果。 现在他不用寄神丹,一样是跨入了炼神镜。 蓝小布的神念伸展出去,哪怕小万兽山有各种各样的静置,也无法阻拦他的神念强制伸展。 靠墙,蓝小布自己都感觉到不可思议,他的神念增强了十倍都不止,从两三百里到两三千里,神念在落在十海之中,宇宙为魔此刻已经彻底清晰,就好像一个实物一般,形状再次改变,化为了清晰无比的六棱锥形。 而且,蓝小布立即就发现了宇宙为魔的不同,他的一丝神念落在宇宙为魔的内部,宇宙为魔的内部似乎是一大片空间,就好像一个鸿蒙未开的宇宙一般。 这是实物空间,蓝小布立即就激动起来,宇宙为魔是开天辟地的产物,不对甚至是开天辟地之前的宝物,岂能没有空间。 神念洞间,蓝小布震撼地发现他自己已经处身于宇宙为魔之内。 除了他神念可以延伸到的两三千里范围,再远的地方全部是一片混沌。 神念触碰过去,就好像泥入大海一般,毫无声息。 摸一摸脚下,似乎是一种无法说出来的东西,不像是泥土。 蓝小布有一种感觉,这就好像是泥土形成之前的一种物质。 蓝小布握紧了拳头,好家伙,这是真正的宝贝啊。 储物介质空间再大,也无法让有生命的东西进入。 而在他的宇宙为魔之内,他却可以进来。 他能进来,那就说明古道也可以进来。 蓝小布神念洞间,轻松就将蓝亚送入了宇宙为魔之内。 将比于浩瀚无边的宇宙为魔,蓝亚这艘七级战舰就是尘埃啊。 意识为动,蓝小布再次站在了那条上品灵脉之上。 哈哈哈哈,蓝小布哈哈大笑,几个月前他还在为没有地方收走眼前这条上品灵脉担忧,而今天他怀疑自己都能收走整个圆州了。 几个月前他还在为化丹挣扎,几个月后他似乎直接跨过了炼神还须的化丹镜,来到了炼神镜。 第159章真的有人申过,又是一个月过去,蓝小布将自己的元神彻底稳固下来后,他愈发肯定,化丹镜是可有可无的。 真正的修仙,金丹圆满后应该直接跨入炼神镜,而不是加着一个化丹镜。 可见圆州的修仙体系出了问题,这或者是和圆州的天地规则有关系。 按照这种推算,圆州的人仙镜或者也比大荒宇宙的人仙要弱。 至于帝仙,怕是没有的,就是有,也有可能是假的。 他现在的境界是炼神,而且神念强横真元凝炼,在遇见邹正这老王八,就算是打不过也不至于被压制住。 若是他能晋级到虚神镜,铁定可以碾压邹正。 不过蓝小布并不打算在这里继续修炼下去了,他进入小万寿山接近七个月时间,他要回到某北仙城去。 去某北仙城将修为提升到虚神镜后,他面临着两件事。 第一就是回一趟地球,将自己曾经电挂的事情全部办好了,然后一心一意地去寻找大荒宇宙。 想到自己有可能会和那些远古大能们会面,蓝小布就有些激动。 不知道能不能找玉帝要一个签名,或者是去看看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是否真的可以练出火眼金金。 牛魔王家里的铁扇公主是不是和孙悟空真有一腿,这个蓝小布在前世就有些八卦了。 嗯,特别是这原子大老家里的人生果,这东西他偷应该不行吧。 讲是这样想,蓝小布心里也清楚,这些人物肯定有些是虚假的,但真的也不会少。 至少希望母和红云老祖是真实存在的,如此推算三圣,红军老祖,罗侯这些人物应该都是真实存在的。 他现在身处小万寿山,这说明武装官也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接回地球再说,他现在的实力想要回到地球,只要能找道路,就用不了多少时间。 至于那些科技文明星球,对他来说应该不够看了。 嗯,最好阵法水平在进步一些,为地球布置一个七级护阵。 如果有七级护阵的话,哪怕再强的科技星球,应该也是轰不开地球的防御。 蓝小布看了看脚下的上品灵脉,他知道想要为地球布置一个护阵,脚下这条灵脉是最好的灵源。 经理一丝不舍闪过,但很快就被蓝小布丢在了一边。 他到了大荒宇宙修炼资源肯定是有的,他离开地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护住地球,现在竟然为一条上品灵脉不舍。 真是丢人,这是要将本心都忘记了吗? 至于能不能找到地球,蓝小布并不担心。 远州再大也只是大荒宇宙剥离出来的一个角落而已,等他跨入虚神境后,宇宙为魔必定能找到宇宙墙的痕迹出来。 他来的时候是穿过宇宙墙,只要他能找到宇宙墙,一样可以回去。 蓝小布将所有的蕴神果全部收走,同时将两条灵脉全部收到了宇宙为魔之中。 修炼了六七个月,古道同样是进步不小,只是蓝小布一直不大清楚妖兽的实力体现,他也不知道古道是不是超越了三级妖兽。 如果古道超过了三级妖兽,那就相当于金丹修士了。 走吧,古道,蓝小布叫了一声古道。 当蓝小布再次来到祠堂大殿的时候,一枚玉剪不偏不已的正好跌落在他的面前。 什么意思,蓝小布没有去剪这枚玉剪,他的神念落在玉剪上。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你能来到这个地方,至少应该是一个五级以上的阵法大师。 一个五级以上的阵法大师,想必在圆州有足够的话语权,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蓝小布无语,他高高在上个屁,恐怕也只有某北仙城,他有话语能力,别的地方怕是没有将他一个小小的某北仙城城主放在眼里。 我上官家族一直生存在小万寿山,甚至可以自豪地说,整个圆州一小半的画丹修士,都和我上官家族有关系。 这话蓝小布没有怀疑,他戒指里面现在还有上千枚运神果。 我上官家族因为运神果而起,也因为运神果而灭亡。 上官家越来越富有,奈何却没有人先修士诞生。 就如小儿捧着金元行鱼闹事之中,我上官家族终于引起了大宗门的际语。 古兴山通过幻阵,让小万寿山的所有修士狂乱互杀,然后趁机进入上官家族将上官家的一切修炼财富席卷一空。 蓝小布暗道,他就说小万寿山一战死去了十几万人有些诡异,原来是五星宗门古兴山做的鬼啊。 这古兴山是真的恶心,本来他是千云仙门宗主的时候,就决定将来一定要去古兴山将那条属于千云仙门的灵脉抽走的。 只是后来他离开了千云仙门,也懒得去想这件事。 没想到今天再次和古兴山联系到一起,古兴山还将繁华热闹的小万寿山化为了地狱一般的存在。 这些强者,怕是没有将别人的命放在眼里。 但古兴山永远也想不到,我上官家真正的运神果园不是地面上的那几株,而是在地下。 并且还有两条灵脉提供灵源,你能看见这没预见,应该是收走了我上官家的两条灵脉。 我是上官家守护灵源的长老,上官不明。 只希望道友能看在两条灵脉的份上,出手帮我上官家最后一个忙。 蓝小布倒是没有在意,如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帮一个忙也无所谓。 毕竟他的确是得到了两条灵脉,这两条灵脉本来还属于上官家的。 虽然他不拿走,将来灵脉也会慢慢地消耗掉,或者是被被人拿走,但拿走了就有因果。 我上官家的第一天才上官小一被古兴山带走,他们想要逼问上官小一宇宙强的所在。 至于他们的目的,我并不清楚,我还是想请道友看在两条灵脉的份上,出手就回小一,上官小一。 蓝小布有些愣神,这个名字他自然是熟悉啊,因为他的第一件攻击法宝就是刻着上官小一名字的斧头啊。 他感悟了七阴第一杀,结果十招的时候将斧头毁掉了。 玉姐还没有看完,蓝小布已决定出手帮这个忙。 他和上官家没有关系,这两条灵脉也是他机缘所获,不过上官小一的斧头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还有就是,他本来就打算找古兴山的麻烦。 当然要去古兴山也不是现在,是等他跨入虚神境之后。 等回到某北仙城后,他将集中所有的资源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跨入虚神境,然后去古兴山。 身上这条上品灵脉要植入地球的护镇上,古兴山的灵脉正好可以抽出来修炼用。 道友是超过五级的镇法大师,对火焰必定在意。 小一知道圆州有一朵正在孕育中的火焰,作为报酬,只要道友救出小一,可以让小一告诉道友那火焰在何处。 上官小一服用过一枚人参果,只要古兴山没下杀手,他就还活着火焰。 蓝小布立即就激动起来,还有真的有人参果,上官小一还服用过,无论他的丹道和阵道,都是经常卡住。 按理说他有宇宙为魔,想要卡住他的丹阵境界不大容易。 可事实上是,他没有一个好的火焰,在宗门的时候,可以借助宗门的地火。 现在他在某北仙城,连地火也没有了。 钟其量只有自己的真火,哪怕他修为再强,真火的强度也是有限的。 这件事他做定了,找到上官小一还可以打听一下人参果的事情。 蓝小布收起预解,心理迫切要回到某北仙城先跨入虚神境再说。 有了灵脉之池,宇宙为魔仅仅是用了半炷香时间,就构建了顿土术的法术为魔。 蓝小布根本就没有从原地出来,直接一个顿土术就落在了地面上。 顿土和土顿是有区别的,一个是低级法术,一个是顶级神通。 顿土只是让修士在泥土中行走,而土顿却是借助五行中土属性法则迅速溢走的神通,层次远远比顿土术要高得太多。 宇宙为魔一直在构建顿树为魔,只是长期以来都是没有什么进展罢了。 蓝小布还没有寄出自己的飞船,神念就扫到一名中年女子跌跌撞撞地冲向了小万寿山。 蹬在这中年女子身后的是一男一女,男子尖嘴猴腮,眼里充澈着一种力气。 女子容颜还算是看得过去,但身上同样有一种力杀气息,让人很是不舒服。 一道飞舰迅速过来,从逃走的中年女子肩膀穿过,将那中年女子带飞出一丈多远,摔在地上。 韩月,今天你不说出来,明年就是你的中年季。 那名女子尖锐的声音传来,同时拦住了地上中年女子的去路。 叫韩月的中年女子勉强挣扎着坐了起来,她甚至连身上的伤都不敢去处理,眼里带着金句说道,我正不知道柳英去哪里了,我只是邀请她去某北仙城,可她说想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走了。 吃鸡,你来治这女人,虽然老了点,以你的手段,嘿嘿,女子声音有些淫荡。 尖嘴猴腮的男子节节一笑,走上前来,其妹你就看看好了,这个地方是小万寿山,这里常年阴魂缠绕,不过我最喜欢这种地方了。 韩月惊恐地看着尖嘴男子,只是这尖嘴男子还没有走到韩月身前,就听到一个声音呵呵一笑,有本事你碰人家一下一脚,爷爷就让你后悔一辈子。 是谁,男子和那女子同时抬头,第160章渣渣九州山,两个垃圾为什么要追杀人家,蓝小布看着这一男一女就不舒服。 前辈,我们是气仙府的人,感受到蓝小布的气势压制,蓝修敢紧恭紧地说道,气仙府,这个地方蓝小布听说过,传闻是圆州最富盛名的练气家族,还是四星家族。 圆州大小宗门,很多要练气都是求到气仙府,所以比起一般的四星宗门,气仙府的地位似乎要超然一些。 事实上吸引蓝小布的不是气仙府的练气本事,气仙府练气本事再强,最多也不过是能练至上品灵器而已。 他记住气仙府,主要是传闻气仙府有一件下品仙气星空舟。 如果他能得到星空舟,回去地球的时候,那恐怕是事半功倍啊。 下品仙气比起蓝亚,那不知道高级了多少个层次。 气仙府很了不起吗?蓝小布哼了一声,不要说他现在练神静,就算现在是金丹静,四星宗门气仙府他也还真不在意。 听到蓝小布不屑的话,这尖嘴猴塞的难休一愣,竟然一时间说放不出话来。 四星宗门都不是很了不起,在圆州什么宗门了不起? 不五星吗?整个圆州五星宗门加起来也只有那几家啊。 韩月已经反应过来,赶紧上前恭敬施礼,韩月见过前辈,晚辈和他们无冤无仇,只是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消息,他们对晚辈追杀不放。 那名追杀韩月同样带着丽莎气息的女子赶紧过来对蓝小布施礼,前辈,柳因是我气仙府追杀的逃犯,此人明知道逃犯去了哪里,却不愿意说。 我们正想将其带回气仙府,我气仙府府主已经是跨入虚神境的强者,表面上很是恭敬,可语气中的威胁,就算是韩月也听出来了。 蓝小布淡淡说道,你气仙府是圆州主宰啊,这么牛。 我也知道柳因的去处,我偏偏就不愿意说,顺便也将我一起抓走啊。 听到蓝小布不屑的语气,这名拿出虚神强者威胁蓝小布的女子被噎住,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前辈,韩月想要去某北仙城的某北仙学院。 九州山已经发出告示,立即取缔某北仙城的某北仙学院,我们这也算是为九州山做事,阻止一切人加入某北仙学院。 女修剑蓝小布似乎根本就不惧气仙府,赶紧又将九州山拉了下来。 韩月听到这话顿时一愣神,随即恍然说道,你们杀了借哥,就是因为借哥说要去仙学院吗? 作为散修,韩月还真不知道某北仙学院被打压的事情。 蓝小布冷哼一声,他某北仙学院爱着谁的事情了? 九州山是存了心要和他作对啊,这些狗东西。 看样子他杀了九州山一个人仙元神还不够,想到这里,蓝小布抬手一道锋刃过去,这名女修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被蓝小布斩杀。 看见蓝小布盯着自己的目光带着不善和杀气,那尖嘴男修哪里不知道蓝小布要对自己动手了。 他连忙说道,前辈只要肯饶晚辈一命,晚辈必定告诉前辈一件今天的大秘密。 同时晚辈保证严守这个秘密,不会将今天的事情说出去。 蓝小布冷哼一声,你去地府向阎王爷说去吧,前辈,那柳音是柳梨,他身上有极大的秘密。 看见蓝小布根本就没兴趣,这男修挤了。 蓝小布一惊,柳音是柳梨,随即就问道,是西昆仑派的柳梨。 对,对就是他。 男子急忙说道,柳梨是西昆仑派的传承圣女,你也敢对他动心思,呵呵,你是怕死得不够透彻吗? 蓝小布讥讽了一句,那男修赶紧说道,前辈,柳梨现在已经不是西昆仑派的弟子了, 晚辈也只是偶然才知道他躲在岸湾找,离开西昆仑派了。 蓝小布有些愣神,柳梨这种傲娇的女人离开西昆仑派怎么活下去? 这一刻他心里竟然有了一丝幸灾了祸,他想要看看这个女人不在西昆仑派了怎么傲娇。 不对啊,柳梨这次应该是为西昆仑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说五之夜和五彩先知,就是七音和第二道点,柳梨的贡献也是惊人的, 这种贡献必定会让他在宗门的地位在上一层楼,怎么会离开宗门。 说吧,他身上有什么秘密,还有为什么离开西昆仑派,蓝小布冷声喝道。 前辈要答应饶了,南修的要求还没有说出来,蓝小布的神魂刺就刺在了这南修的湿海中,恐怖的痛楚传来, 这南修凄厉的尖叫一声,倒在地上不断翻滚。 可布是每一个人都和蓝小布一样,有忍受神魂撕裂的狠近。 你还有一次机会,如果不说的话,你就在哀嚎之中慢慢地去死吧。 蓝小布可布是什么好好先生,前辈我说,我说,这南修极切的教导, 昆虚里面出来了大量的五彩先知,这些五彩先知基本上都在西昆仑派, 而且是柳梨带出来的。 所以柳梨知道昆虚内的五彩先知的生长位置,只要抓到柳梨,就能得到这个秘密,五彩先知。 蓝小布一皱眉,五彩先知是他发现的,他留了几个给柳梨去采而已。 那柳梨为什么要离开西昆仑派,你又是如何知道他的? 蓝修脸色煞白,惊恐万分地看着蓝小布,五彩先知出来后, 有人要求见柳梨先知,西昆仑派说柳梨先知已经离开宗门了。 别人都以为柳梨被西昆仑派杀了或者是禁闭了,直到有一天我去岸湾找,我看见了一个画像。 那个画像是柳梨一荣成柳因之前的容貌,那个有画像的人说,他看见过一次柳因的真正容貌, 然后就再也忘不了,我就知道那柳因必定是柳梨。 蓝小布已经是明白过来,这家伙知道柳因是柳梨后,就想要拿下柳梨,然后逼问出这个秘密。 一道锋刃过去,跟着一个两个火球落下,这一男一女瞬间消失不见。 韩月却是呆滞住了,他从未想过和自己一起在岸湾找落魄的柳因竟然是西昆仑派那个高高在上的柳梨仙子。 曾经柳梨那是他们这些散修仰视的存在,他们和柳梨比起来,更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没有想到,那个让他仰视的仙子,竟然跟随他在岸湾找挣扎生存了几年时间。 蓝小布却是疑惑不已,柳梨怎么可能离开西昆仑派,而且西昆仑派也不会让柳梨离开啊。 柳梨是什么修为? 蓝小布目光转向了韩月,韩月连忙恭敬地说道, 我不知道柳因就是柳梨,她的修为好像和我差不多。 韩月才刚刚运丹静,蓝小布肯定柳梨的修为不会是和韩月差不多,应该是比韩月要高。 那柳梨为什么要离开? 如果不是主动离开,西昆仑派会赶走她。 似乎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回答不准确,韩月再次补充了一句,柳因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她经常显得很虚弱,蓝小布听到这话,立即就明白过来。 这很明显柳梨在昆虚中的毒没有被解去,虽然她有办法解毒,可惜昆仑派好像名不副实啊。 这么大一个宗门,连个中毒都束手无策,按照宇宙为魔构建的解毒单方,柳梨的毒如果不解的话,就算是曾经吃过五彩仙汁也饮过五汁液,修为也会越来越弱。 当柳梨的修为跌破运干净的时候,小命应该就不能保住了。 昆虚广场柳梨也算是帮了自己的忙,自己到时候去救她一命。 不过现在,她必须马上赶回某北仙城,九州山这个垃圾地方,竟然对某北仙学院动手,只希望这些渣渣没有将某北仙城如何,否则的话,她可不会客气。 她蓝小布可不是什么任人欺凌之辈?你是否知道某北仙仙学院被打压的事情?蓝小布又问了一句,韩月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也不会选择去某北仙城了。 那你现在还要去某北仙城吗?蓝小布又问道,韩月低声说道,晚辈想回到岸湾找去了。 对她来说,九州山就是天一般的存在,九州山都开始打压某北仙城的某北仙学院,那某北仙学院迟早会被干掉的。 不仅如此,某北仙城也会被连累,既然如此,她还去某北仙城做什么?蓝小布点点头,拿出两个玉瓶递给韩月说道,这两枚丹药就送给你吧。 说完直接寄出飞行法宝,迅速地冲向了某北仙城方向。 韩月却是虚了口气,她担心这个前辈也是一个火球将她烧了。 好在这个前辈没有杀她,反而是给了两枚丹药给她。 看了一下手中的玉瓶,韩月手一抖,她差点尖叫出声了。 雨灵丹,这是五品灵丹啊,她在岸弯找一辈子,怕是也用不起这种顶级的丹药。 再看第二个玉瓶,她感觉自己的头都有些晕乎乎了。 五行陪真丹,这是跨入金丹镜的丹药啊。 韩月的一颗心砰砰跳了起来,她赶紧将丹药收好,转身迅速地离去。 她受的伤用不着吃雨灵丹,现在只要她在岸弯找积累几年,铁定可以跨入金丹镜。